杰伦灌饼火了 媒体报道都配的啥歌 你倒箱啊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这都不挨着好了 有正确答案 这个 给我吃早饭啊你 S-Pod Black Man吧 团员自己教应援都学会了吗 这首歌就是冰镇肥宅宽的水啊 喝了就停不下来 这支万众瞩目的春耀曲 对得起SM新女团的品质 编我实在太喜欢了 副歌开头那一下 结合运镜非常崭新 这一下没有镜头的准确配合 是不成立的 我太喜欢了 还是再看局面 男主妈妈最成功的作品 一首是情歌下雨天 一首是中国风牡丹江 牡丹江笑一碗 爷爷泡得岔 有情感 有情调 有情怀 凤文山笔下的牡丹江 是回不去的家乡 是对故乡的想象 没有用二胡笛的这些明月气 其实用一点 我觉得会更带感 江边的小村庄 午睡般安详 别扯了 五笛江人吹着暖气 在家里喝酒蹦迪呢 是在梦 从外唱那首 五笛江 我叫不清香 走向你 一身旁 十年的光 偷了尽窗 一半岁的 沦沦 在耳朵的 五笛江 玩了几个玩笑 与儿童上船 咱们不稀罕 老月亮 长望不醒 黄天爷爷 下了酒喝一碗家乡 五笛江 玩了几个玩笑 小米奔 靠岸 咱们没空中 老月亮 长望不醒望 给了老好汤 喝一碗家乡 当早就 你有没有跟我一样 超爱动力火车 我尤其爱他们的苦情歌 外套这首歌 哎就是想备胎了 像是一包压缩饼干 但凡有别的吃的 绝不会碰 实在没问题吃食 哎 也算是个菜吧 做备胎 看起来不像动力火车 这种成熟男人做的事情 哎 但人生有时候很无奈呀 开始都算不到的啊 做个外套的你 懂吗 做你的外套 只能转说你的外套 听到你对他的撒娇 可笑的是我没资格计较 做你的外套 拥抱着却不被拥抱 我是谁你知不知道 只能随便 穿上游 关掉 虎下的那些年是学校门口小店卖的珍珠奶茶 味道有点粗糙 但那时的我们却不以为意 笨拙地学着大人的模样 没想到却是错的时间 遇见对的人 好想回到那些年的时光 你还能给我这个点 金沙最让我喜欢的歌 不是新月神话 不是被风吹过的夏天 而是2005年专辑同名主打歌 《空气》 《空气》像一块抹茶蛋糕 金沙的声线是甜味 但反而衬托出更浓的苦 创作者李志钦来自马来西亚 还写过他一定很爱你 后来的我们等作品 对忧郁有独到的写法 金沙甜美的生鲜与外形 更让人闻之心碎 我们一起抱谈痛哭吧 爱你需要很多勇气 我知道我可以 想得太多 反而不能够自己 回忆泥漫在空气中 是如此甜蜜 还不能够让你动心 好了如果你喜欢听我胡说话的话 可以点一下关注 不错过人和更新你 感谢你花时间跟我一起听歌 我是资博 我们下期再见